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开始安卓存储实现的关于我们用户偏好的一个内容的讲解 那么在我们讲解之前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shared preferences 也是安卓当中用来存储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那么什么叫做shared preferences呢 我们经常会把它称之为用户偏好 那么这种机制会经常会应用在哪呢 那么你比如,大家在上课的期间呢,可能会走一下神,玩一玩游戏,对吧 但是老师在上课的期间呢,大家又不可能说明张胆的玩游戏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会把游戏的那个音量调到最低 那么突然老师检查作业呢,所以大家肯定会把游戏给退出 等老师作业检查完毕呢,大家又把游戏打开了 那么你肯定想着是这个游戏 我们在打开游戏的时候呢,希望是我们上次设置过的最低的那个音量的标准 这样的话,我们就用到了我们shared preferences 来保存我们某一个应用程序当中一些简单的配置 所以我们会用到shared preferences来保存一个应用当中简单的一些配置信息 比如,音量的设置 那么还有保存我们用户的密码和用户名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方便我们下一次在进入该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这个用户名密码都已经存在了 这就是我们shared preferences会做的一些简单的事情 当然我们在保存用户名密码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设置到一些加密的机制 关于我们用户名和密码的保存呢 我们把它当成我们本节课当中一个讲解的内容 同样,我们在讲这个shared preferences的时候呢 也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咱们这个存储的过程该怎么去实现的 那么在本套课程当中 我们关于存储会来介绍它的一个存的过程 以及取出的过程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关于我们安卓数据存储的一种形式呢 给大家表现出来 OK,那么在本节课开始之前呢 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我已经新建了一个工程 这工程呢是我们写的名字叫做test.style 在我们的交代代码当中呢 我们打开 我呢已经写好了一个主页面 另外还有一个second的activity 在我的myactivity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它所关联的一个布局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在我们这个布局当中 根节点呢是一个linear layout 那么在它的下方呢 有两个edit test 分别为输入用户名以及输入密码 还有一个button按钮 作为一个login 点击 那么在右面呢就是我们当前这个界面的一种呈现形式 我们输入用户名 输入密码 点击login 我呢让它跳转到咱们的一个second的页面 这个second的页面呢 比较简单 它就是用来显示我们跳转过来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样的话呢我们先实现一个页面跳转的一个逻辑 所以在这里面有两个testview 分别用来承接密码和用户名 那么我们在清单配置文件呢 已经给大家把这两个声明配置出来了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已经把用户名和密码 初始化 并且已经实现了我们当前按钮点击的时候 用户名和密码的一个获取 并且实现了我们跳转的一个业务逻辑 在我们second的accuity当中已经把这个跳转 所传过来的值给它接收到 并且显示在我们两个空间当中 当然了我们这个业务逻辑呢已经写完了 我们今天呢是在这个代码的基础上 来增加我们shared preferences的一种应用 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次跳转的过程当中 我呢会把用户名和密码呢给它保存起来 当我们下一次再启动这个应用的时候呢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呢就能显示在我们登录页面的 这个ID test的这个框里面 OK 那么回到前台 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我们这个shared preferences 跟他的一个使用 那么针对我们这个用户偏好呢 我们先讲一下关于他的一个存储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在讲到这个shared preferences的时候呢 大家肯定要先获取咱们的一个对象 也是我们在保存数据的时候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怎么去获取我们shared preferences对象呢 大家跟我们其他的出手化方式还是比较相似的 你比如我们声明一个叫做shared preferences 然后我们起一个名字 咱们就叫做shared preferences 他的一个出手化呢 我们在下面来写一下 在我们shared preferences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叫做getshared preferences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当前上下文对象呢 可以调用getshared preferences来拿到这个用户偏好对象 那么这里面需要传入哪些值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提示里面有一个string类型的name 以及int类型的mode 这个name呢 它表示的是我们保存的一个文件名 首先呢我们起一个名字吧 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这个文件名呢我们起个名字叫做login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这里面用不用加一个后缀名 你比如我们加上点test呢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加这个后缀名 因为shared preferences呢它的默认保存类型呢是一个chama文件 那同样的我们接下来来操作一下这个mode 这个mode呢有几种取值方式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shared preferences当中 经常会使用到的一种操作形式叫做mode provide 它表示我们本应用当中可以去读取它 并且可以去操作它 那同样的大家也可以操作我们这个mode append的 它表示是在我们这个文件的末尾呢做一个追加 然后呢我们经常会使用到这个mode provide 那我就把这两个给大家来拿一下 那么加一个注释 参数一呢我们表示 存储的文件名 参数二呢我们表示 存储文件的操作模式 经常使用mode provide 当然这个mode provide其实它有一个值就是零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当前存储的一个值啊 然后呢我们有了这个shared preferences对象 也就是相当于第一步 我们要针对我们shared preferences进行一下处置化 当然这种处置化方式是直接使用我们上下文对象 调用它的get shared preferences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要保存 保存的过程呢该怎么去实现 第二步我们获取一个东西叫做edit对象 那么这个edit对象就是用来保存我们数据的一个对象 怎么去获取它呢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什么时候实现用户名和密码的保存呢 肯定是在我们当前这个按钮点击的情况下 我们实现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的一个保存 然后我们点击密码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发现它是执行我们onclick事件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来先获取一下我们shared preferences 调用它的一个方法叫做edit方法 拿到我们edit方法 它的返回值呢就是我们当前这个shared preferences的edit对象 然后我们叫它edit 当然了我们这个可以使用包名的一种导路进行操作 所以我们在上面添加一个导包的操作 import android.content shared preferences里面的一个edit ok这样呢我们就获取了咱们这个edit 对象 那么有了这个edit的对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数据的一个保存 当我们获取了用户名和密码之后呢我们来保存一下数据 那么怎么保存数据呢还是使用我们当前这个edit的对象 这样它的一个put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put 它是以建制对的形式进行保存的 我们发现这里面能put的参数类型呢其实是有限的 可以put我们包的类型flout int long sdring 以及sdring set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来保存的数据类型呢进一步能验证 我们保存的其实是一些简单的 它是用来保存一些简单的配置信息 因为它支持的数据类型呢还是比较有限的 那我们接下来调用它的一个put 我们用sdring类型吧 第一个我们保存一下它的一个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呢我们起一个k值为user 同样呢我们对应的value值呢我们也是用我们用户获取的这个user对象 来进行保存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保存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用户密码 所以呢我们继续调用putsdring 密码呢我们给它起一个别名也就是k值 我们也叫做pass 它所对应的一个value值呢就是我们获取到的这个pass值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数据呢 其实是不是能实现我们的保存呢 还需要最后一步就是调用commit方法进行提交 大家这个commit方法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提交到我们文件当中 所以edit这项需要调用它的一个commit方法来提交数据 所以第三步呢也比较简单 我们就是调用commit方法提交数据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一个保存 那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应用程序先给大家运行起来 看一下它能不能实现我们的一个保存呢 来现在我们这个模拟器我已经启动了一个4.2.2的一个模拟器 来我们运行一下 OK这时候呢用户名和密码呢就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填写一下这个用户名呢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字叫做iLmin 然后密码呢我们给它1234 当然这个密码呢我没有使用密文保存 那么跳转的业务逻辑呢是正常的 那我们保存的用户名和密码在哪里呢 大家来到我们当前这个tdms当中 OK在我们当前这个模拟器当中tdms它的一个路径 在我们FillExplorer下面有一个data 在我们data当中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data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找到当前我们写的这个应用程序 咱们叫做com.math学院test.do 在这里面呢大家发现它其实多了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叫做sharedprefers 我们保存里面有一个文件叫做login.channel 这个login.channel大家还记得吧 是存储在我们这里面起的一个文件名叫做login 所以它的格式是不是一个channel格式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channel呢导出 咱们来看一下我们导出到桌面当中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用写字版的形式呢来给大家打开一下 大家可以发现在这里面有一个channel的投声名 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是一个map 里面放着我们一个nameuser 然后对应的值为admin pass对应的值为1234 ok这样呢就实现我们数据的一个保存 那么在保存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去获取数据呢 这是我们存储过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怎么去取出数据呢 好 还是分部去操作 第一步 还是获取我们sharedpreferences背下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其实已经有了我们sharedpreferences背下的一个数值化 然后第二步比较简单 就是说你需要在哪里使用sharedpreferences保存文件中的值取出进行使用即可 然后呢我们来想一下我们需要在哪里进行使出呢 其实是我们下一次应用程序在启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就渲染到我们idea test框里面 所以呢我们是在oncreate的方法当中 大家我们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呢进行一下取出 然后我们对象已经有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取出 取出数据并且渲染 那么数据的一个渲染呢是我们填写到当前这个user name当中 我们调用sata test 它需要填充一些值 那这个值我们怎么进行填充呢 其实就是使用我们当前的这个sharedpreferences 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get方法进行取出 你保存的是int类型 你就用int类型取出 当然我们保存的是一个sql类型 那么我就用sql类型进行取出 首先第一个参数值呢是一个k值 那我们保存的k呢是user 所以我们就根据user进行一下获取 同样的它的第二个参数呢 它有一个叫做sql类型的defaultvalue 它表示呢我们如果当前的k值 找不到对应的value值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默认值进行保存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用空值进行保存 同样呢我们password 也需要调用它的一个setpast 我们也是从sharedpreferences备乡当中 调用它的一个getstring 同样也是根据我们当前的一个pass 以及它的一个默认值显示 我们也是使用为空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应用程序 给大家来运行一下 OK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咱们这个admin和1234呢 其实都已经存在了 那同样我们再次点击这个teststore呢 这个admin和1234呢其实已经保存起来了 这样呢就实现了我们当前这个sharedpreferences的一种使用 那么它的一个使用呢其实分为咱们保存 和取出两种形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一个注意点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个知识点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 就是我们sharedpreferences 保存数据的路径是哪呢 那我们刚刚找到这个dms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其实是在我们当前data 然后对应的是我们应用程序啊 包名下面有一个sharedpreferences 这是我们保存的sharedpreferences啊文件 那所以呢它的路径就是data 然后接下来data跟上我们应用程序啊 包名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一个叫做shared.preferences 那这就是我们保存的一个路径 OK那么大家咱们这个sharedpreferences 比较简单应该会用了吧 那么在我们这个知识点讲完呢 来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那这个作业呢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知识点的一个小的练习 大家可以看到啊咱们这里面有个素材 这些素材当中呢其实是分装的三个图片 我们打开这三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分别是三张不同的一个显示 它其实是我们刚开始打开应用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导航页面 那么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导航页面 然后我们点击跳转主页来到我们主页 但是当我们下一次再打开应用的时候呢 这些导航页面就已经不见了 那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该如何去实现呢 其实就是我们sharedpreferences它的一个使用 我们可以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保存 一个标记的保存 下次来的时候呢我们读一下这个标记 就可以实现我们页面的不同切换 那么这个呢就作为大家的一个练习 OK本节课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安卓存储实现本套课程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卖的学院更多精品课程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卖的学院更多精品词